残暴的台湾文化仇视歧视最弱势,弱势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反扑,从王景玉杀同案及平东挖眼案看私教师调证患者处境 10月02,2021,平东潘信超商女店员遭阳性私教师调证患者攻击双眼智商,后续不加 回想起5年前亦有私教师调证的王景玉砍死女童,虽其母王婉玉担任立委,蔡英文也声称要建立社会安全网 但台湾类似事件仍层出不穷,原因就是台湾残暴的文化仇视歧视最弱势,任其自生自灭,弱势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反扑,台湾因此永远在流血,并且会持续地付出代价 我提过,我曾问过一位精神科医师,在他眼中谁最弱势,他说是有精神疾病的皆有,当时我听了还没那么明白 但只要简单一想就知道,台湾人非常痛恨皆有,认为他们是loser又破坏是荣,丝毫不思考他们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如家暴,被强暴而逃离家庭又无处可去 而有精神疾病的病有可能也不被家人所接纳,当一个人同时是街友与精神病有时,那就是许多台湾人最痛恨的人了,这些被台湾社会厌恶的器皿 很多人不理解为何要帮助他们,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吗?事实上,对这些街友而言,他们已经nothing to lose 除了没钱以外,甚至连健康也已经失去了,在新冠疫情仍然存在之时,街友或所谓的游民就非常受到台湾人的仇视 举例来说,5月,新冠肺炎在万华普筛站发现许多阳性感染者,许多人网络公审当地老人,游民没戴口罩,自由时报转载这些网友意见 看来触目惊心,我们还是离这些身无牵挂的人缘点,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等死,你觉得他们怕吗?当你什么都没有时就是无敌状态 市长可以处理一下吗?不是要罚款,这些人很多都是游民,罚了也没钱脚我都关在家,不知道外面有人没戴口罩,公园最好抓了,超多阿北阿记,口罩不戴好,一如往常般生活招 这些意见充分表达一般民众对所谓街友,游民的看法 5月底,联合报报导有YouTuber,大麻烦,为了劝导民众戴口罩走上街头,会先劝导发口罩给他们,如果不听者,就会用自制酒精水球往他们周围砸,达成进化任务 影片中,前面民众接配合戴上口罩,不过到了西门丁时,有一名街友阿博拒绝好意,因此他们直接朝阿博周围砸酒精水球,还碰大量酒精 一名街友阿博拒绝好意,因此YouTuber大麻烦直接朝阿博周围砸酒精水球,还碰大量酒精,让大家看了很生气 ToYouTube,我指出,Boston.com报道,除了第一线医护人员之外,麻州将街友收容所,监狱等列为第一顺位接种名单,比高龄长者还要前面 多数州民甚至直到4月才有机会接种疫苗,韩国与美国皆有这种优先打疫苗的概念到今年6月才由柯文哲执行 台北市长柯文哲于6月下旬赴北市议会报告说皆有人不多,但政府每天盯太痛苦,干脆全打疫苗 网友对此暴动想当街友,这充分证明台湾文化的残暴 台湾人对社会福利的观念与西方先进国家不同,我指出,国家与政府为何有义务帮助人民 那是因为政府给人民添加很多限制及义务,拿戴口罩来说好了,台湾对不戴口罩者动辄重罚,假设一游民无财产无住所又无任何社会福利救助 他为何要遵守台湾的法律又为何要戴口罩,这么多台湾人不把游民当人 自由时报说出大家的看法我们还是离这些身无牵挂的人缘点,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等死,你觉得他们怕吗? 难道游民要为了仇恨他们到极点的台湾人健康戴上口罩吗? 这些最底层的人,无论国民党或民进党甚至国家兴亡对他们都没有意义,因为台湾不在乎他们死活也不照顾他们 有人认为社会福利制度是给最底层者的施舍,却不知这是社会契约的底线 如果政府只维护有钱人的利益,那就会像中国每个朝代末年,各种民变暴乱农民革命都会不断发生 因为走投无路的农民根本不会在乎你的正统与朝代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就像国民党在大陆被共产党搞的工农革命推翻了一样,因为当年国民党不在乎穷人,穷人当然也不在乎国民党了 至于罹患精神疾病的病友,台湾人更是极尽污名化与仇恨 2012年,纪录片向阳的杜鹃播出,以兰罗东圣母医院院长陈永新提供史料照片 30多年前的精神病患被关进大通铺,任凭处处使尿,包着饭菜的塑胶带像丢垃圾一样扔进病舍 后来台湾社会还出现龙发堂,俗名李昆泰的创堂主持是开封以他认知的佛法拯救精神病患 这个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机构曾经收容超过千人,而民间普遍传闻,不堪长期照顾患者附和的家属 只要付出一至两百万功德金,龙发堂就会照顾患者终生 关于龙发堂,其居住区实行封闭管制且不对外公开,龙发堂一直以禁锢链捆绑打凌虐不人道方式管理其患者 龙发堂违反人权以脉断病患或问题亲属方式将人长期关押使其无法对外联系 这样一个非法机构,台湾政府默许其存在几十年,直到爆发法定传染病结合并,政府才开始介入其经营 到了2021年,屏东挖眼案爆发后,精神科医师林靖家投书精神科医师平舍安王补露指出 行事诉讼法的紧急监护修正案,其司法精神病院尚未设置 直到10月1日,政委林万亿说,年底就有第一家司法精神病房 最快今年底也只有核准某家公立医院开办司法精神病房,正式营运让病患入住,还需要一段时间 至于地点会设在哪,卫福不知透露不会在北部 蔡英文当总统迈入第5年,她说的社会安全网中必要的司法精神病房在5年后才姗姗来持 而且只有第一家,精神科医师林靖家说社区精神病患恶化时,无法及时进入医疗体系 而精神病患的长效真剂,健保署的长效真剂注射奖励措施只对医院能持续治疗 私教失调病人予以奖励,奖励的额度并无法促使医院对中断治疗的个案主动追踪 所以,该方案成效部章,换句话说,健保署不补助那些可能缺乏病史感而中断治疗的病友 这不是遗弃他们了吗?于是,社会就付出代价了 尽管有立委王婉玉女儿的牺牲,但台湾社会并没有真正想要预防急救治精神病友 精神科医师林靖家表示,陈立中司长表示 现在仅有百名社区关怀员,照顾十几万名精神病患者 未来将力拼四年内将关怀员增至千人以上,新卫社工也将增至五百人以上 但,这样的人力还是远远不足,而精神卫生法的强制社区治疗无法有效施行 因为外出家访成本过高,医疗院所几乎都不愿意申请 以及即使通过社区强制治疗的个案,在医护家访去打长效针剂时 病人不开门或不在家,原警也无计可施,无法治疗 这根本的原因是,台湾政府可以把几十亿几十亿的钱拿去做各式各样烟火式的施政 但真正对弱势的救助就毫无兴趣,这充分呈现出台湾文化的残暴本质 因为政客是人民的选择,政客的政策展现人民的意志 不意外的,台湾这样仇恨歧视弱势,于是,社会持续付出代价 一百多年前有个著名的美国名权律师丹诺Clarus Daryl 一生一物为无助的弱势团体与穷人辩护,他的名言是 一个人在未定罪前,都是无辜的,我恨罪行,但从不恨罪人 他在丹诺自传中曾指出犯罪是社会本身有问题,才会造成犯罪问题 一百多年前美国人懂的是,台湾人到现在还不懂 台湾社会对精神病有极端痛恨,政府对他们的治疗又是不管最弱势的部分 大家以为是这些精神病有杀人,还不如说台湾社会杀人 可预见的,不但是过去的台湾政府,现在及未来的政客 对没有选票的无户籍游民,弱势团体都不会去关心 只会在一桩又一桩社会悲剧后不断流下鳄鱼的眼泪 然后猫哭耗子假慈悲一番,如果政府不对走投无路的人伸出援手 那整个社会就要付出代价,我相信,这是台湾残暴文化下必然的宿命 Blackjack 2021年10月2日,屏东遭蛙眼女店员双眼重伤 经在动刀亲友优衣药费无拙,2021年10月2日13.01分联合报 记者潘兴中,王昭月连线及时报道 在超商工作的潘女,中,上周日莫名遭私教师条男子攻击 鼻梁粉碎,眼睛重伤,母亲,又,陪伴在侧,心情极为不舍 记者王昭月翻社,在超商工作的潘女,左,上周日莫名遭私教师条男子攻击 鼻梁粉碎,眼睛重伤,潘女母亲,又,陪伴在侧,十分不舍 记者王昭月翻社,屏东县高树香潘兴超商女店员26日遭阳性私教师条症患者攻击双眼,双眼开刀 鼻梁碎裂,高雄长庚医院今天为他教